你的心是定的 你能成就 大众也能成就 二十个人都往生了 那还得了吗 所以人千万不要多 多了说就复杂了 你就有麻烦了 那就不是道场 那是斗争道场 那有罪过没有功德 所以印族跟我们说的 那不是不是说的 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里头 一定要能够迅速奉行 就我年岁大了 想到往年在美国 在洛杉矶奖金的时候 遇到一个孙命 也是听我讲经的 听了很多年 一个佛教徒算得很好 叫欧阳春 现在也不在了 他给我算命 我说你算算看 我四十五岁 该不该死 他算命果然是的 他说你这个往后的这个都是这一身修的 命里头真的是没有财 他说你将来还有很大的财 财富 他说那个财富空财 什么叫空财呢 现在我看到你们都知道了 你看做好多个好事 上司没有看到钱 空财 真的是空财 现在才晓得什么叫空财 他说而且在那个时候给我讲 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那个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 有什么影响力 现在果然是的 果然确实有一些影响力 你那个国际社会 重要的会议 他们都来找我 所以成这个机会 劝大家了 好好的断悟修善 急功累得了 我们来改善这个社会 所以这是都是 我没有想到 也没有去找这个缘分 这种机会 人家来找我的 这随缘嘛 找我这是一种好事情 不能不做 没有人找我 我独善其身 世界乱了 我到极乐世界去 再移民过去 可是有这个机缘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义务 应当帮助大家 有这么多人都想来改善 那我们用佛法来帮助他 这个确确实实 很多人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都在佛经里头 这个东西他们没有机会看 疏忽了 疏忽了 这些劝他们的时候 要多多地来学这些东西 最近这两天 英国流津大学 想开一个佛学讲座 来找我 我说这是个好事情 我年岁这么大了 我没法再去 去给他们上课 可是我可以推荐 但是他们学校里头 一定要有波斯学位 这个身份 学校才能够接受 这是世界上著名的学校 所以在学佛当中 是具有这个学位的 可以 这个我可以协助 上一次去的时候 到学校去参观 现在学校里头 也重视这个宗教教育 那么其他的宗教都看得有口 就是佛教没有 我们也有些中国留学生 其中也有学佛的 他们里面有不少教授 从网络 从卫星 看我讲经 很多 所以到英国去 不感觉的陌生 那些英国人 中国话讲得很标准 不需要翻译 这个是很欢喜的一种事情 所以他们的汉塾 这个研究的时候 比美国还要殊胜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地方 应当要帮助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说如果发现 被供养者不如法 如何处理才圆满 不会与人戒怨仇 这个不会给人戒怨仇的方法了 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你就不会戒怨仇 也不要去自备他 为什么呢 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他拿到社方的供养 自己拿去做造孽的事情 那是他的事情 如果我们说他 他就能改过 那你就要输 你说了他看那个样子 他不会悔改 他会恨你 那就不要输 这个态度就最好 你看我们这 这是老师教的 老师当年在台中 开这个经学班 我们一般有二十几个同学 那老师对着肯学的人 真正听话肯学的 老师是有打有马 那一点都不客气 对于不肯学的人 老师说几句 脸就红了 从此以后 老师绝对不会说他 我们就给他奇怪 为什么 他说你要说他过分了 他心里怨恨了 那就结于怨了 那活逼呢 那不肯真学嘛 就算旁听好了嘛 不要就离他嘛 我们就在明白 厨师待人接物 要学这一套 这个不可以不学的 能改的 你要不说他的话 我们就有过失 没有给他机会 一说 他马上态度就不对了 从此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这个就对 不给人接约着 也不要去批评他 背后 尤其不能说 背后批评 他听到之后 就愿意接着更深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长期以来 对外界人 对外界人似乌 都非常敏感 睡不安稳 常有悟梦 还常有一个声音 干扰着我 也时常看到许多境界 我一老法师 开始坚持念佛 但情况时好时坏 那么这个问题呢 你不但要听经 要这个念佛了 你要加强听经 为什么呢 听经帮助你开智慧 你要把听经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你这些 运气斩主 你在梦中见到的境界 你都应该回向 这个样子 你才会收到好的效果 不能说我一个人 要怎样用佛法来逃避 给你们隔开 这个不可以 冤情带主 一起来修行 一起来听经 一起来念佛 将来我们 共同升到西方基督世界 我欢喜 他也欢喜 这个问题才会化解 他才不会 再去干扰你 这有些同学